好吃的 你也吃的 下酒菜 下酒菜 你是来教我喝酒的 喝酒 干嘛 爸爸 你来了 来了 拿的好吃的 好吃的 这是给我拿的 绝对没吃过 看是 哇 这什么 这火锅吗 这还有小龙虾 还真是小龙虾 小龙虾 我最爱吃的小龙虾 对 你买的 你买的 商家给我寄的 商家给你寄的 对 他让我尝尝看看行不行 你们选品都是选一些吃的 小孩吃的 我就选一些下酒菜的 行 我选一些男人吃的 行 晚上喝酒呗 喝点吧 行 我去加热哈 他也是咱的粉丝 然后他说 你帮我卖卖我这个货 你感觉怎么样 你感觉行 你就帮我卖 你感觉不好吃 然后你就吃了 或者送人 或者扔了都行 我说行 真的 嗯 大方 这个是麻辣的 这个是蒜蓉的 哎呀 真的是两个口味不一样的 两口味不一样 蒸十分钟 好 我明天休班回老家 嗯 然后你放点 给你干爸回家打农药 行 回去吧 回去我肯定回去啊 干妈干不了活 然后干爸一干活也不方便 那肯定家里边劳动力就是我了 姐夫还上班 哎呦 哎怎么这么懂事啊 那必须的嘛 以后家里边重活累活都交给我就行 好嘞 今晚都喝点 好 真不错 还有一份 还有一份 这个是辣的 嗯 我马上一会吃不辣的 给姥姥那俩吃蒜蓉的 我和妈妈咱俩吃辣的好不好 嗯 哎这个蒜蓉的味还挺好的 哎这个真香啊 真香啊 嗯 哎先别吃 数一下一盒有多少个 好 咱就数一份吧 好 它这个都有重量的 嗯 还挺多的呢 哎呦 哇 这一盆 三六 三七 三七个 它说的就是三十到三十五个左右 嗯 它可能是说 嗯 有多的有少的 它是按照重量来的 嗯 是不是 给一个真实的评价哈 大家都不要说谎 行 好吧 因为这个产品咱现在还没卖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不好吃咱就不给咱卖 好吃咱得给咱卖 好吧 好嘞 我包一个它 可以公平公众的评价 对 鲜 不怎么辣 嗯 不是怎么吃的辣 麻辣这个 脱壳好脱是不是就是因为新鲜 对 才好脱 嗯 它这个肉 感觉挺新鲜的 挺紧实的 对 我尝一下这个蒜蓉的 嗯 蒜蓉的不辣吧 不辣 不辣哈 就是蒜香的是吧 蒜香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别 给我发样品发好的 然后到时候我卖货的时候 你给粉丝发不好的 他说那不可能 我们都是随机发的 你粉丝行了 嗯 我说那行 挺好的挺好 肉挺结实的 嗯 好就行 而且这个蒜蓉的 嗯 味道也挺足的 嗯 挺香的 嗯 一抽就抽出来 嗯 真好 干杯 真是虾酒菜 虾酒菜 就行了 如果阿兰姐那边在吃着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给他们谈了 好 给他们谈这个价格 谈这个 约会福利什么的 行 嗯 还喝呀 喝呀 好久不得多喝点吗 喝多了吗 没有 我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特别幸福 对啊 就是感觉忙一天了哈 然后回来家以后 哎呀 媳妇然后陪喝点小酒啊 什么的 就感觉嗯 挺好 畅想一下人生了 嗯 聊聊天什么的 好快干了哈 对 其实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是吧 忙活一天了 然后回来两个人说说话呀 把你今天一天开心事 不开心事 讲出来 我开心事不开心事 讲出来是吧 嗯 也就是两个人互相分享一下 一天来喜怒哀乐 还是比较好的 嗯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 柴米油盐 快干了 别那么多废话 你干了啊 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直播买货 我想 礼拜六啊 周六 周六 这个周六 周六晚上 七点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没准备好 我就是 到时候就是不管 嗯 能播好 或者播不好 反正也就 尽力吧 行 我们最主要就是聊聊天呗 聊聊天吧 是吧 娱乐一下 对 玩一玩 干嘛呢 我想去喝姥姥睡 嗯 什么意思 去喝姥姥睡 怎么大不熟地喝姥姥睡呀 对呀 好久都没喝姥姥睡了嘛 怎么了 他把枕头搬过去了 把枕头搬过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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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蒸酒吧 喝了早点睡觉 又一直还没喝辣 今天孩子这么给力 今天孩子这么给力 喝了 喝酒 喝酒 拥对 好 对 嗨 酷 那 感谢观看